以前我们是或者是通过电视 或者是通过书籍了解这位学者 今天我们有信请到了他 他就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的教授 或是称导师 黄吴明先生 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题目是 智识与盛史 好 现在把时间留给黄教授 好 辛苦 这样做的也是一个效果不赞 但是好像这个度质又太低 赞那也有多尴尬 做的日常随俗 我的生理一下 我这个是南方人 这是普通话几十年演乐学 所以肯定讲了效果就打得之后 但是我也努力 第二 我也认人家教书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是明星考自首的 有这么多同学朋友来询查 我非常感动 我非常感谢 华中科技大学是我国出自科署的优秀大学之一 能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到讲 说跟大家交流思想 这是对象永远 我也有感觉 理工科的大学的学生 当然这里也有文态的 比我们纯粹的搞历史的搞哲学的搞文学的 有更开阔的视野 有更深刻的思想 可以更能够举于反战 还是你们喜欢历史 喜欢文学 喜欢哲学 那是内心的 没有太大的 甚至没有公益性的一种情维 我说过 我自己搞历史 我说把历史作为一门欲与爱 这是一个人的信 这个人是信仁 说过把历史作为这范围 像我这样的话 那这是一种碑 所以我希望信仁至人的永远 倦云 我今天讲的题目 就是上面介绍的 所谓《自死和圣死》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 因为这片我们现实 跟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今天这个世界的关系中间 重新定位 是这些有关系的事情 这些有关系的事情 这几年我们 如果抱着他官的态度 我们必须承认 这几年我们国家 确实是发展起来了 而且 这个世界上有更强的发言权 所以呢 把圣死这个话题 已经挂到嘴边 上面有个大学教授 他说 中国现在已经是五千年里的最大的圣死 最大的圣死 他说的是土木横堆 那是正正有词的 是不是圣死 我觉得 这个是人之后见的事情 但是 这反映的是一种心态 是一种对未经认识的一种视别 或者是视角 圣死当然是好 但是 除了是圣死以后 他必然 会在许多行为方式上 思议方式上 要反映出这种圣死的心态 和圣死的行为方式 这可能会有问题 他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战略方针 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知道 当时八九十年代之间的时候 邓小平讲过就非常有深刻的一段话 其中的核心含义就是说 中国暂时不要出头 要善于韬光养晦 是吧 然后扎入这个战略机遇时机 好好发展自己 当时的 比如说今天 世界朝有是和平发展的 就是主题 那不当于圣死的话 那套光养晦会要不要 这就是个问题 这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用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 圣死是一个 有这个讨论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到了圣死 这不是主要的问题 而是我们如果是圣死的话 我们心里那种造感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我最害怕就是带入这种偏着自大 啊 忘乎所以 啊 得以忘形吧 毛摸落官 你现在去看看我们的网上 那些网友的那些话 那都是网上的暴力语言 太多了 今天要把城市给灭了 今天要把日本山岛给平了 最后要把日本的美国鬼子 从地球上赶出去了 都是网友的 是不是我们已经到了跟这个超级大伯 叫反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到处要树敌四面出击 这些圣死的这种观念之道下 才会有这种 当然我想起来 我们大学生 我们的研究生是比较理性 但是呢 这个氛围里面 现在是许多问题的认识 是有一个很大的偏差的 所以我今天 为什么讲这个题目算是开题的话 我们中国古代社会 如果跟周塔算起的话 身体里面 身体里面 就是说 这前面还有下伤 甚至跟过前退 但是我们比较成型的人民形态 应该用西风所开始算起 那么西风算起 中国这个政治实际上 也就是在不断地轮回 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 从流行歌曲里面去找 有一个歌 叫《乌建道3》 里面有梁昌文歌 留着好唱的歌 中部的文化是什么特点 就是他歌里面的歌词 终点又回到原点 有一个 转圈很困难 但是每次 都是简单的庶堆 都是否定c否定 螺旋升上升 使更高而成了一个生化 在表现形上是从螺旋 中 乱死 是吧 乱死 到了乱死以后 乱就不能最乱了 那么不论反正 大乱之后又大死 然后再重新回来一遍 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对中国政治的一种特征来说 它是反映出三种特征的特征 无论是哪儿常在特征的 一开始的时候 肯定是叫做兄弟政治 什么叫兄弟政治啊 天下打下来 那么说过兄弟 哥哥弟弟 侄子 前后大家奉王的奉王 奉国的奉国 那么老大到皇帝 什么就是 可兄弟政治都是这样的 周朝打下来以后 那么王家啊 周公啊 韶公啊 这些都分到 分工出去 后来说 留在朝经里 主要不如他所属 汉朝也一样 唐朝也一样 这么明朝 英朝来英朝来 都走起来 但是过段时间 兄弟政治搞下去 兄弟之间 利益发生根本利益冲突的时候 什么 也不过不得清醒了 唐太公是民主嘛 但是他少年的手段 是靠什么手段 是靠杀哥哥 杀弟 把子子都杀光 然后把父亲赶下来 自己搞黄帝 兄弟都是自华的 他都成功了 有的是没成功的 连宋朝这样的 比较和平的文化的皇朝 赵宽义 他们是被赵宽义 给搞死了 这个就是 从这个政务 过来的时间 他兄弟政治 毕竟是继续不下去 兄弟政治搞下去 怎么办 搞娘舅政治 什么叫娘舅啊 他就是外国政务 是不是啊 他皇帝年轻上台以后 他妈妈很久 他老爹很死的 他说爹不死 中国是终生制 他不会让出来 是吧 除非是其他原因 陛下去做太上王 或者说像乾隆皇帝一样 也是一个的现象 当满六十年了 当了 那是一个的现象 大部分 老爹死 老妈还在 老妈是要把儿子 又年轻 管得要死 那么他老妈 可是老妈是女的 谁也听这么话 他也不能到外面 抛头 到处乱跑啊 那么他这话 叫老妈兄弟 老妈的兄弟就是皇帝什么 舅舅 就是娘舅来抱外甥 这外甥专政 可能要晚点时间 又出问题 小皇帝大了 就是娘舅不怎么样 管得他不舒服 他要自己掌权 他靠谁啊 大神就靠不上来 靠太阶了 是吧 宦官政治 然后宦官政治是最早的 宦官是生理不倦权的 生理不倦权 你就会心理不倦权 是吧 那么他就十不败事都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政策 我们叫做 不像不败败败贞 叫马辫政治 马辫就是勤务贞 就是密服政治 那么最糟糕的就是政治 到这个时候 这个社会又到 要变成坏代了 然后就是重新新扑他起来 这道兄弟政治 外戚政治 外户政治 外户政治 叫马辫政治 就是这个人一拳 又是一人一拳 所以中部政治 建议的事中 导致到的表现形式来说 是自私 盛世 三世 乱世 然后再到自 这种政治 用政治的实心的主体来说 是兄弟 娘舅 马辫 就是说情侣 这么个人化 是中国政治 那么政治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所有老百姓 都是希望有自私和甚至 不希望出现衰死 更不希望出现乱死 我们也去放弃 您为太太平选 不做乱无疑人 这个是大家的共同心 我们今天也不喜欢要乱死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 乱死经验教训 研究是一个方面 但是 谁也不愿意回去 谁也不愿意回去 但是呢 我们追求的都是 圣事和智慈 智慈 因为许其他以后 我们不是我们的虚业 这个前生就逼腾起来 我们觉得我们 互许曾经也辉煌过 就像鲁学先生所说的 我们毕竟曾经有互 能够相当奴隶而盗稳的时候 是吧 鲁学先生把中国的历史 都给过两个特征 一种是相当奴隶而不可能的时候 这就是乱死 是吧 一种是相当奴隶而暂时作文的时候 这叫做圣事 那麽应该说是 是这么一种圣事 但是 我今天要讲的话 圣事和智慈是两个不同的分别 不同的什么对方 也就是说 这两者是 表现形式上 都是天下大致的一个表现 但是 性质上是要很大的趋有的 实际上我们应该说 空间政治的最高理想 不应该是圣事 而应该是智慈 因为圣事是什麽呢 圣事毅毅的老子里面讲的那句话 水满之夜 欲淫之亏 我们经常现在讲的一句话 就是成语叫做 目济以反 圣事毅毅的这种忠赛的斩折点 斩折点 我们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圣事 我们 具有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大家看见 看过汉武大帝 是吧 这个 这个片子《城堡无言》的 也看过《真观长歌》 什么《真观之日》 这个也是电视片 《唐朝汉唐》 加上《清朝》 《永春广草》 这是我们经常宣传和歌述的对象 因为他们是一种自理好的典范 而这些货人的怀念被追求了 但是就是汉唐的圣事是哪个时候呢 汉唐的圣事是汉武的时候 汉武的时候是圣事 汉武圣事表现的是什么 这是《始马迁史记》里面讲的 那时候 天底下 十分富裕 十分富裕 太昌之国 层层相依 就是说 国家昌土的粮食 一年一年吃过完 不断地往上边加上去 最后招不下了 放到露天上 结果一下雨 就是烂 到粮食多了 这个时候 这个程度 然后呢 街上都是千百牛泉 这个是千百上面有牛羊成群 这些像我们今天好像在街上 到小区旁边 不停满了 晚上都停满了 不停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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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车子都招不下了 是吧 在他地面外面路边 那是牛北洋就是今天的小汽车 是吧 是吧 然后呢 然后他从前 窗户里面 从前被窗户断了 都是绳子不乱断 非常富裕 非常富裕 这是圣事 唐朝的圣事是什么时候 唐朝的圣事不是唐开宗的正观之志 而是唐拳宗的开源天堡 大家不够熟悉啊 那个开源天堡里面 杜甫有首诗 写得非常写起 一些开源前程时日 就是回忆当年开源那时候 天地或者前圣的时候 小夜又长万物市 就是一个小城市 都是万物 现在武汉 我九三年来的时候 人要少得多 现在当时怎么互通 可是老都是人 是吧 就是现在人发 当时说的小城市 也是几万物 十万物的大多城市 农村林口都往城市里面 是吧 这个都是人往高速上 喜欢西方流 这个是很正常的 然后桃米油脂松原 就是米啊 都长得非常东北大米 太不大米 都是高好的品种 白的 然后流泪油脂 然后就最后 公是苍蝇巨蜂市 公家的苍蝇 自己家里面 冰家都长得满满 就是这么一个盛世 那是唐朝 清朝的盛世 不是康熙的时候 也不是永宗的时候 是乾隆的时候 乾隆皇帝他自己吃屋里 吃贤老人 因为康熙的时候 还有好多事情 什么三藩自乱 是吧 吴山关要造反 郑成功他的子孙 还在台湾团地的山西 跟陈水扁冬的团地 还在打下来 没打下来 是不是 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特别是知识分子 地图阶级知识分子 还不怎么配合他的时候 对清朝统治暴敌的情绪 所以他 他还能够治愈不成了 还是 不是盛世 真正的盛世 潜伦皇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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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潜伦的这三个时期 最典型上是 政治 最典型上是 这三个朝典的 历史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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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大帝的时候 汉武那个时候 就是 接力重生 好多问题 我们后面讲到 度出来 庞宇武那 开决天保 跟不得了 大家知道 一个女人就换个国家搞坏了 这是不服责任的话 男人做坏事 总是要推到女人生上去 这是公共人士的传统 但是 杨贵妃 当然也有任职任 是吧 后来就给他一脚 把他长大护下去 就跟上朝去了 别人那个 库庸张兰 不吹销 吹销不准 日高起 从此拼问不找朝 是吧 这些人 两个区有一定的责任 但主要是认识唐玄珠 最后来的是什么 就是大战争 暗世自乱来 唐朝从此都下火了 前皇帝也一 前皇帝一死 此次家亲皇帝一上台以后 杜兰 邪教来了 当时法人公叫做排列教 家亲皇帝就排列教 那时候就起来了 当国律政兰 然后到国律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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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西方欺悦者 也正好车户打结 压队人员也来了 整个国家 但是转这点 是个前流用事 所以呢 我们就说 这时候印证了 慎是谁呢 要是目的宗宰的前兆 是前业 而智识的情况就不同 智识是什么呢 它象征了生机勃勃 它象征了核心有序 和谐有序 和谐有序 是瑞义进去的东西 标志 它的经济 不是圣经而赛的 然后套不下的 所以印证上最好的宗宰是哪些呢 第一个 汉朝我们又对比现在 文英自治 文景自治 唐朝最好的宗宰是 自治是哪些呢 正观自治 那么清朝就是康熙的时候的治理 那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这时候 说出自治和盛世经济繁荣的程度 从物质富庶的程度 文化昌盛的程度 来讲的话 盛世都不是顶峰 都是一个踏坡的阶段 发展的阶段 发展的阶段 对盛世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现在刚才讲 像桃圆中的开元填堡 是吧 开元填堡的事情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往上回征观之治 征观之治 我们可以做个简单 跟开元填堡做个简单的对比呢 它最大的特点 不是在于物质的复述 而在于社会的稳定 政治的一种有序 大家的人性的欣喜事 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看它当时怎么有一些描绘 它说 官吏多自清静 自与王公非主之家 大姓豪强之武 戒威威并结 无干清明戏人 商旅野餐 无腹道质 灵无常空 等等 行礼自今思止于灵表 可以不带良心 到走路上随便不灭 保证不灭 您在这里看一下 大部分的词汇 不是写当时的经济的繁文词 而是讲 什么呢 第一 讲的是社会秩序良好 无腹道贼 强盗都没有了 小坡也很少见 监狱经常是空在那里 不像我们现在有时候 拘留所年纳重大的时候 拘留所是一个满满的 西克洛西的地方大 可以摸新疆树 当时那个地方可以这么大一样 所以当时监狱就不大一路着了 就空在那里 但是不能取消 这讲的社会是非常好 第二 社会矛盾的管和 这李明方跟他在史料里面也讲到 就是那些豪强 那些官员 都该是欺负那些弱势群群 是吧 不像我们这样的宣传有些 警察动不动打人 是吧 当时不该这么说 他就是一种乱 所以他就讲的是什么呢 无敢亲民戏人 戏人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无权无私的老百姓 就是我们今天下档工人 弱势群体农民的农民工 这些人 似乎都会照顾化 一个社会和谐 不是让那些很人都忙的 坐宝马车的人 舒服叫做和谐 事实上最底层的人 有饭吃 有益穿 有稳定的劳保 有务定的医疗保障 这才是和谐 所以大家有没有说 对不对 对 不光是眼睛闭得富的 我说一些对好多经济学家 我特别不满 就是一天到晚 拿了这些资本家的钱以后 假的费一次两万块三万块 然后说中国的 啊 税数还挺轻啊 跟世界比是吧 你应该给中国的工资 跟世界比怎么样 对不对 钱是这些 那个 替富人拿钱 拿富人的钱 替富人说话 那是个不可能恶心 我说一个教授 如果当中没有这么多理性 没有这么多的那种良心 良知的话 那这种教授 那叫做教授 还有最情授 这是最起码的文章 所以我们说 你看真观的时候 明显就要移 开源天堡 对经济上的后面 一大几 但是 历史的调毁就在于 我们所追求的 所歌颂的 后人所想望的 更是正观 更是康熙的统治 更是 人籍自治 因为这里面 就是说 这些 它就是一个 治理的治理 不是形容词 治理的治是 一个动词 就是 称了一个治理 而且 往好多方面的治理 而 圣理 无非是一个形容词 圣事 对吧 已经到底了 而国家 治死的话 国家充满朝起 社会充满生计 君臣充满追求 同志当然要有追求 民众充满希望 现在全体 肯定有一天会好起来 看得到 黑夜之前的 可以看到曙光正起来 道路是缺少的前途 不是光明 还会吗 这方面有点 历史充满的机遇 我觉得这个 这个特征 就是社会充满的东西 知识和圣事的差别 很多 举不胜去 但是我认为 两者的根本差别 结重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两个时期的 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 竟然不同 具体来说 就是福照跟清醒的两极对立 自治的同志者 就是清醒的 保持在清醒的头脑 保持在优患的意识 有强烈的优患的意识 对历史上的各种 各种王朝的信赛存亡 有深刻的反思 对他们这种圣赛的规律 有深刻的总结 那些 比如说文静寺的汉文艺 包括往前推的那些 汉高手的时候 那些军臣 李霍时候的军臣 他们对清朝奉望的历史 清朝为什么这么强大一个国家 一下子给城市无光 这两个地匹流氓给举个一喊的话 就推翻了 他们就会有 作为一个借鉴 所以呢 他们就 土耳清醒就会自力修养生息 无为儿子 推行王老政治 清静无为 这是他们从清醒的表现 唐台中就跟文武说了 他最关心的就是 隋朝隋阳帝 女皇的这段历史 一个隋朝 这么强大的国家 两代跟清朝一样 旧无法 我们回头想想 隋阳帝那个时候 实际上国内是非常强的 因为隋军帝 他有个特别 隋军帝这个人 皇帝很好 但是他特别名声 是个小气鬼 是个小气鬼 他特别省钱 这个钱不省下来 最后让他儿子来放 所以他一下子可以打云合了 一下子去打高购力了 一下子去可以碰西域了 而且喜欢赚 非常有钱 隋朝的时候非常有钱 所以他当时为了搞什么 奥运会议的大企业 是吧 他当时开了一个货记会议的时候 他把所有长安城里的树 都用绸缎包起来 说我们中国的雷洛绸缎 人都穿不完了 现在树也穿上了 这些外国人都是很聪明的 做生意的 哎呀 你统治太伙大 陛下太伙大了 中国太富序了 反正我说你好话 你东西就送我了 是吧 何必不说好话 是吧 就签单了 每多顺便签一个合同 都拿周边账单了 那大家说的话 我心里不知道 你能表现自己要有这个负 齐放出秀 就是说 隋朝是很有钱的 很有钱 但是他这个有钱 国家又这么大 又这么强盛的国家 就很快的给瓦高军 是吧 给他们 你家兄弟 给推翻 这里面 就会 考虑到一个什么大问题 就是说 他偏偏的清醒造问题 造问题 所以呢 他被这一强调 以死 以不为景 不为静 静子的静 是吧 可以自信息 以人为精 可以这么一般 爱那个 可以自得胜 是吧 真的是他强调的这个问题 他唐太宗为什么 活得这么时间短呢 唐太宗这个人 本质上来讲 是一个杀人如麻的 一个野性的人 因为他的血液里面 流入了少数美国的血 是吧 无人的血 所以他要杀起人来 是不管的 是吧 十八天起兵 最后的哥德也杀 弟弟也杀 他的指使 强包里的婴儿造的杀工 但是他知道光杀人是成了大事 特别是治国的时候 所以他就压抑自己的杀人的动机 强制压着 然后呢 要纳戒 要什么 要听取不同意见 要好好治理我家 治理我家 治理我家 所以魏征这个人 老师跟他不同意见 他有时候气得很想把魏征杀 是吧 但是他最后想想 这是一个禁止 是一个保佑 不能杀 所以他最后还没有 但是 这个人 对不加是性命 是吧 唐朝 天朝 政官司 对唐太后是不性命 因为你给他违背自己自然本性的生活 他的一个天生的一个守性 他压抑的 是吧 能够用理性去控制的 理性和人 这个守性不断地斗争 斗争到最后 五十多岁就 哇 哇 这个是唱话 这个就是说明什么的 他们都是很清醒的 我说自私很清醒的 真是有了这种思想的认识基础 这些同事者 才能够实现 鲁家所创造的 以人为本 是吧 仁义道的 所以强调其身正 不利而成 自己做保养 身为表穗 是吧 以身不得 所以呢 心态平和 不是夸仗 汉文帝 当时 这个宫殿很破破烂烂的 他想重新修理宫殿 最后 树内别炸 人家 魁吉克给他报了个预算 说 大帝来是 十五 中等的人家 就像我们的 百年阶层 一年收入 五六万的这种 百年阶层 十五人家 一年的收入 汉文帝 一看 说 算了 要十五人家的 成本 不太大 所以 他非常小 可以 解脱 这是真地址里面 解脱的 汉文帝 他清醒 而且 把国家的付税 一减最减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温家豪总理一样 农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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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十岁 汉朝十五岁 十五岁 就是说 你收了十五斤粮食 你又一斤要交公 他家也要养 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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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要十五岁 后来 汉文帝的时候 三十岁 其中有几年 他干脆就不收了 他就是 宁可 向老百姓 赋予 自己 顾 亲户业 当然 皇帝太亲户也不可能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所以呢 当然我们没说了 但汉朝没有付税 他怎么了 怎么伸转 放弃 汉朝 他还要有一个税的内容 那么大别放 就是人头税 人头税 叫丁口税 而丁口福 口福 真没说 真的是好东西啊 中国人人口为什么这么多啊 就是康熙皇的岗拜 康熙当时下了个命 镜头之丁永不加速 就是说以后人口税 人头税取消了 光是手 田地水 这个中国人另外本事没有 是台队本事大 这个小子不得了 两千多万 五千多万 好像变成了二三个月 后来到三个月 三个月 有的同情会认为说 快四个月 但是汉朝的时候 就是说 人口水没有弄掉 这个人有时候 像蚂蚁 呼哑呼哑也挺烂的 也挺可怕的 但是他对种田的农民 确实是很坚强 唐太宗也一样 动不动就把城里的 宫里的宫里都放出来 轻妙不复 唐太宗也一样 简单一根枝 这是他们头脑清醒的 一个具体的形式 然后我们来看盛世那些同志 他们同志 情况又本质和同志 这时候盛世的时候 我们说 不加仓服满了 然后就收入 口袋有几千 有几千 他就要跟司徒你的 对不对 什么时候给你的 他什么时候又要回去 要回去 要回去 所以他们盛世同志 这个到后期 都是有几个点 汉武帝一个 唐元忠一个 钱忠一个 我们以这三个大人物作为 这些东西 都是沾沾自喜 然后呢 故故之风 他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 大摆旗土 秤门念 搞政绩工程 搞政绩工程 然后呢 做官养文章 做官养文章 他大树特殊王帝权位 有钱了嘛 所以呢 唐玄宗疯传 到泰山去拜天地 他是告成功的标志 汉武帝到泰山 也去福利党 汉武帝他们不盖 他盖这种事 尼控肠面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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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汉武帝是大西的桶物 前王帝也是受父满志 至于十千老人 十千十美 十千年 跟法轮功差不多 圆满 是吧 这种福沙心态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就是说大义 盛世公子 第一个表现 就是 呈门念 造工程 吴欣勒 几个前来 也这么高 七十工程 应该收入科学 高工程 这是一个意义 性质意义 第二个就是好大西功 穷兵独武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远的 而且这几个人身上是最明显的 最明显的 既然是天下第一了 那么我就是天朝大乎的心态 就要拿出来 你们周边是男小邦听话的 乖乖对我来朝乎 不听话 老子就打你 所以他一样一样 郭威宇天下 是吧 要到死 我们现在就要往人 今天我们来打到美国去 我们来打到日元去 今天是这种形态 可惜 咱们小小百姓弄不上 要打人 是用我们五个去做主 不是你做主 所以他们造出入军事发 汉武帝 所以 打匈奴 你说需不需要 需要 为什么 不打匈奴 钱其花 那么匈奴被我们中原领图 农沟领图造成巨大的灵犀 因为他北方少和领图 他是这样的 夏天的时候有草湿 牛羊有草湿 他也有草湿 到冬天大雪下了以后 牛羊饿死了 他没有东西 只是他就被起打 他没办法做水道 也没办法做小麦 他就要抢 他就是经常的烧虐 这个事情 而且呢 这个国家的要养兵的对付防御 匈奴跟荣卿 划一划钱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打匈奴 事也不一样 若你是匈奴进入三次单役以后 我们看城堡 汉武大帝以后 魏清和徐利 已经把匈奴打得圆圆了 路呢 如朝廷了 往黄平了 匈奴已经跑到那个匈奴 那边往东边那边跑了 这时候 你这边打的话 那就是好戏撞牧头了 好戏撞牧头了 物件别反 可是那时候汉武帝还没有反 这个一把两把 打得最后 是怎么样 不苦 贫困 最后 评价汉武帝那时候是怎么样 是很能虚耗 户口简半 就是 那时候是两千多万 变成一千多万 什么 朝古里面 我刚才说的 你都吃不完 不得烂 现在有天空了 有个统计 当时 最后一次战役的时候 那还是要打的时候呢 戴上马匹是八万匹马 就是当时打到两次骑兵嘛 可是回来的时候不到三万匹马 大量人缘烧牢 大量物质水贷 战役这是成本最大的一个投入 美国没有钱 打一百万匹 钱也撑不下去 钱也撑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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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社会 龙东社会 一颗刀子 填一皱出来 都不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打下去 旁边撑不得了 他也是这样 到处打仗 他觉得当时贴下来 他到边上 我去清海 清海的西名旁边有一个 王渊县 旁边有一个小石城 叫山宝城 这是吐伯 吐伯 吐伯 吐伯当时先西藏 当时他识别范围很大 一直到清海 今天是清海市的地方 这个地方 为了这个座小石宝城 去打 这个城人家守居队 这几百人 我们是几万人死在下面 喜爱你 最后 有的居然将军进去反对吧 你不打 你撤退 我坏人 中国人其他人不多 就愿意当坏人多的时候 你一下台 我只怕上来 所以肯定有人替你王渊县干的 所以这个货也是打下来的 可是损伤 杀伤 无数 逮捕雷的当中打出来 因为必要嘛 有事情我们可以谈判 是吧 不谈 就打 所以杜伏 就讲了 杜伏那时候还是比较 新闻比较自由的 我对同学 同学过来是比较满意识正语 结果来说皇帝不同样 新闻还是比较自由的 就叫上传比较自由的 他是怎么说 他写冰车型 是吧 车银银马俏销 行人攻坚 户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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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一句话 有两句 边庭流血沉海水 五望开边一人一 总是 还要打 这个就是穷军独武 前往那边 大小冲山 一人打 一人打 不想起来 就是想到 都念了一定是非 拳头要去争取 就是那个穷军独武 结果一个就是说 就造成了 社会责乎和整理 对国家里的作品 动乱极致 第三个 盛世的皇帝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贪求享乐 是吧 穷色极致 就是 歌舞生平 歌舞生平 到盛世了 有钱了 不享受 白不享受 山外青山 人外楼 西武 歌舞 己知修 就是追求这种问题 因为他已经有 自己吹牛的北京了 仓妇已经很实在 一个享乐的条件 他们在这边 所以 一经肚子的这种 心死了 一天的一天傻 就这样 就是刚才我讲的说 盼望穷射十七夥 一余多佳久不得 娘家有余 出长城 两余 生无余的灵死 然后天生一直在自习 他直到一半找回来 一段陷阅军王社 然后 芙蓉当然不出宵了 出宵不管 又搞起 从此军王朝朝 这就是他们的情况 就是他恨恶的 就是吃的单仇不够丰盼 玩的单仇不够丰盼 女人单仇不够丰盼 这是一种心疼 这个就是一个同日 我说 少女说好 相比是一件 盛世的同事者之间 但是作为当时社会能够制衡的同事者的一种良知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 是在他们的什么 盛世的知识的情况 知识分子大不一样 咱们看一下 盛世的知识分子 天天都是做不一样的 是不是 文静之识的时候 甲义 草醋 还有 正观之识的时候的 魏征 天道人跟吉兰里面道佛多的 横跳彼此 树道圆的 他一定是找人毛病的 一定是做不一样 是不是 甲义是这样的 它有力够好的 然后他动作上书 天下可以恨不者有六岛 可以长留弃者有弃道 对不对 天道完全是疏苦难 不断的可以敲减不住 曹世也是这样的 最后六名不搭进去了 是吧 要想啊 你这些诸葛王理大不掉 对中央的组织做出威胁 匈奴问题就是严重的 要去做个妨碍 所以他们知识分子终于 暴国平天下为宗子 他是有追求有理想的 这些都是知识分子 未曾也是对的 所以都是特性知识 我当见官我就要做好 我当施贷徒我就要上诸 批评少者 神迹上 这叫做第三个光芒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会同着 完全是一个比不出气的话 这个知识分子也什么也不要 知识分子最要的作用 对任何朝铁都应该是小骂大光芒 是不是啊 小骂大光芒 你不能是说 皇帝说太阳是方的 你说方的又棱角 这样你干什么 这就是知识分子 就不愿意做这种点缀 做俗用品 而圣识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 大家可能不能崇拜你 我对你的 我到十五分钟 他是圣识知识分子的一个 典型的 吹牛拍马 六许拍马 都一个本范 自高自大的一个象征 知识分子 是吗 他们要么就是分子太平 是不是啊 分子太平 比如说里面就 云香衣裳 花香荣 是吧 就是那个 杨贵飞的 然后呢 拍马 拍马屁就倒是不成功 大家知道寒军舟吗 这个人根本我都不知道 我刚一时都不知道 一半人又不知道 是吧 原来他可以写这样的一句话 身不愿奉万物公侯 单元一射寒军舟 马屁真实中 完了到几点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他有一个故事也非常典型 就唐全封问的嘛 他说 我们这么吵的政治 跟那个天后朝比怎么样 什么叫天后朝 就是我们天后朝比怎么样 哎呀 我这天朝的时候 怎么吵有一些人 胜浪一笔啊 那个时候啊 哎呦 特别卡不住啊 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用人啊 就像小孩子卖瓜 瓜 瓜跳大了 都说他瓜都比较好坏 而我们现在的朝廷 是这个人的亲民啊 他越用人少 是杀力挑尽 是不是啊 破舌取虐 你不要呢 取虐 就是从生物里面取出来 所以 所以用人都是一些精粹 就像我一样 是精粹 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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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老李啊 你是跨了出入口了 这个真的是 变得太夸张了一点 我也没怎么好 我的奶奶 是吧 我这天也没怎么换 是吧 中国有个东西吧 叫做 新贵大 不贵小 骂远的不要紧是吧 现在毕业毛的东西 大家都要有气了 你不该毕业的 就是骗得到的 是吧 这个学生说 知识分子学生也很难 然后呢 对自己评价也很 那一辈子 动不动烧 你很天大烧 出门去 我被气质 捧炮了 他是自杀努力的 但是自己还里面 真是个人物 他把自己当特殊了 就是 然后呢 这几个狂子也是 请我们聊 一遇挫症呢 马上心态就变了 然后就这次目死 你看李文的事里面 李文怎么说 他说 人生对于虚静观的 穆斯金正空对于 那时候他们朝廷被赶出来 是不是 放进对山了 然后知道吧 天之果才没有用啊 清清善清 后来就是这种心态 董龙苏张 本来还没变良知 可事实上 判武力一瞎 关了几天了 出来以后 也不说话了 也是割工处的 钱是割工处的 来写住 甚至没有人来办 包括我们这个 特别孤雅 季孝兰 你别看到 但是电视片 十次目当中季孝兰 那是一个 非常优秀拍马 没有 比何时 何时 何时 就是说心态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种 圣事应该厌武 紫离经缀的这种大氛围里面 这个知识分子也是迷上了自我 给人这个社会一动 沉闻下去 不许拯救这个社会 他去沉闻这个社会 这有没有勇气去引导社会的政绩 方向 这个我觉得 这是 圣事和知识的对比的 第一个最明显的部分 第二个明显的部分 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社会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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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具体说 就是和缺 和社会 whoever 撕裂 二人 知识是和缺的 甚至 实际上 是撕裂 吃裂 che 应该说,自此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较坚固的 特别是正观之中,我们看正观三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记载说老百姓那时候是天大叹唾 老百姓没有梁子,是到处好 但是尽管这么好,但是他们空间使家 他们这些老百姓对朝廷有这个希望 所以一旦到政治稳定下来,经济恢复了气候条件一种暗号 他们都回到自己的部下,纯新告明了 就是说大家对朝廷始终是抱有希望的 愿与跟统治者共度时尖 就是大家一起来渡难关 用孙志兵的一个话说,就是上下对文艺 就是上下的一元是一致 同志,同志也要把国家自豪 老百姓也相信同志,认为同志也能力把国家自豪 所以可以吃点苦,可以受点委屈,大家都支持 这个是致死的一种形态 正常之地这方面很典型 他们就看到朝廷正在向政动人和的方向在努力 朝廷为征这样的大事,有这么好的皇上 那么这个社会困难是这样的事 希望是永远的,这是自治的一个心态 所以他写正观又有一句话,非常典型 他怎么说啊 等性虽东西足食,就到处流浪 就是像现在的民工潮流来流去 是吧,快到处眠了 到头皮屋上,又这个情况 未上愿灿 什么意思啊 就是没有饭牢伤 虽然是到处饭吃饭 默不自安 大家都问得很平和的心态 来对这个困难的现象 这个是封天使家的那个记者 一旦情况又好歹了以后 就马上都回到乡里去了 所以我们中国的圣人 孔子宋语文化 一个社会不怕权亡 他说什么说 不患平和患不安 不患寡,患不军 东西少的一样 但是最小的公平,正理,公道 那种社会就是 而自治的时候,东西是少 但是他公道,公平 这个就是他的希望的所在 老百姓 既然后来在自治的时候 能够吃上饭 那么社会上不公平的 公正的现象又比较少 那么社会上那种停而走险的人 犯上作乱的人 这种情况 那么就会非常少 社会测语 就显示出一种和谐 所以正观四年的时候 三年情况还没长 四年情况就要好久了 那时候 天下一年判处死刑的犯人 才多少呢 全国二十九分 我们现在一线里有时候相遇到 那也有相遇到 云南那边贩毒的 可能一线里有个贩毒贩的一年 一般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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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个人 那个社会 那又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犯罪的一种低延 就是说 路不时宜,夜不必顾 就是这样 当然是有各公宿得的那些东西 我们对历史不要完全相信 但是总议起来说 大致是本意的 历史没有解决的真实 因为今天我讲的话 明天我仔细回忆 也不一定完全能够是准确的回忆起来的 不要说期待你几千年的社会 但是历史 有净是真实 和逻辑是真实 就是说 这个东西 所以净是真实 和逻辑上 讲得通了 那种真实 所以 总共来说 这个社会秩序 是非常好的 盛世的情况就会变好 我们去看看盛世 物质上 是比当时 好得多了 比自私的时候 好得多了 孤立耶稣 比自私的时候 是强盛多了 可是呢 老子军法 非常理解 道理 夫是祸之所福啊 祸是福之所齐 是吧 因为夫的时候 想夫的时候 那么祸盖 实际上 已经隐藏在哪里 他的情长实际爆发出来 这种破坏性的力量 对社会的那种破坏性的力量 也得很快地提升 具体说 同志到我们刚才说 好大西方 这个情况 是在那种忠情深圣 勾气自安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大的家里 也给自成全了 最多的财富给打铁飘了 这是很威胁 第二点 这是一个方面 整个财富是浪费的 第二个方面大部分 财富很快的时候 下来少数的权费的结束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房地产老板 都把我们的钱都拿走了 就是说 这些盛世的一种 或者说智世的一些 文化秀然和特别是物质上的一种创造 对同志民主人 能够从中得到设定 弹高 没有争大 或者争大 或者争大的事故 原来低于财富 像赏充权费的问题 准复两句风话 越来越悬殊 是吧 官员不贪污化 老百姓黑 很糟糕 这官员不相互黑 无数很糟 就像德鲁威安里面 自不衙门 八字开 有钱 摸进来 这就是很糟 每个 这个盛世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太稳定了 稳定了 有没有什么呢 一方面是这会稳定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些官员 成为油条 大家的关系都建起来了 你要是个公安局长打人 法院院长是公安局长的哥们 是吧 晚上五年都过了 第二天叫他去查他 他是在这边查 是吧 然后他说你是标明 是吧 现在要离权 对不起 现在把人先办理随起来 是吧 这也解释了 就是小林五号 这个情况 社会危机似乎 社会和谐便越来越不遥远 一个社会 社会危机似乎和谐的时候 我总是老师也说 老子讲的一个道理 大应牺牲大相无心 大道之义有仁义 非之书也要大悟 是吧 六亲不可能有孝词 国家混乱也有宗臣 约非之义的人 这个是在宋唐中 赵国武就是宋高中和秦魏这种幻人的时候 才为这种宗臣 是吧 唐太宗的时候 非目的程度中 约非之义的宗臣 一个社会 约是提到什么时候 就受于这个社会 约是缺乏的时候 那时候 他可能天天地 歌公书的歌务声明 都说社会和谐 实际上是很不和谐 这种其常和谐的时候 说不定这个社会 就是不和谐 但是你也怎么知道 他公主的社会 有现实没关系 所以 董龙书在汉务的时候 董龙书怎么说 他说 平者 无立罪之地 没有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说 就是我们 人大学生毕业了博士 能进行人大工作的话 他是很信任的 但是他这个眼睛都会讲音乐 现在北京房价 他一个月控制 就拿来租房子 我不知道 他是对饭 还是不需要解决的 有个博士 可能不好的毛病 跟我一样 那抽烟 烟起来哪里来的 是倾库物理真之地 房子都买不起 北京的房子 那多少呢 金融街呢 三万多元 一个人不知道 他说三千块钱 就零点一瓶 是吧 刚刚我记得 韩国说 新婚家庭 要卖房子 要九年四年 属于北京的房价 我看九十四年也来的 就是这个 问题是很严重的 这个是社会的严重表现 然后妇人是什么 负责田面前 那是 一大爷都是他 就像我们那个 北京四季城 四季经理员 那个王老板一样 四季城 一期二期三期 都是他 坐在那里 每天的收入 一样几千万 就不能干活了 但是他的背景 我们不说了 那么就是这么多 照我们来 平复平复 所以这个社会生活 它社会各个阶层 撕裂了 不和谐 所以杜芙是比礼拜好 我喜欢杜芙 不但他诗道呢 写得彼于前提 就彼于礼拜 但是他有这种 幽怪的意识 有批判的结果 是吧 朱萌 九能寿 陆柳 洞实过来 他这就是盛世的写照 那还没有爱思之乱呢 他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社会的 而且社会不和谐 并然导致社会社序的事与恶化 日游恶化 什么恶化 老百姓 真的没有饭吃的时候 那就知道 请他做这些 对不起了 你不上我国 大家还都别国了 干嘛 然后 这个是历史上的纪点 就汉武一样的时候 他还没有陪伤 那是不是啊 我真是佩服当时的那些石头家 石马 钱和班骨 这些人 居然把这种话都可以记下来 说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 不该怎么写的 那肯定是看中共当时哪里 他没有和共产党统治还写这样的画 写到上面去 盗贼封起 他说 汉武一同的时候盗贼 像对风一样的 又窝窝一窝起来 然后大区数千人 那规模不大 那时候人口少 不像我们现在越去大区几万人 那时候前中国也就是两千多嘛 那能够到这种苏羡人的话 也是很大 很大的规模 小的几百人 到处大 加一瑞设 是吧 然后呢 那时候是把探索 把一位书记也干掉 社会书记也干掉 这一个社会就是这个问题 而且工程业 从这里打出去 打出去干什么呢 把劳门打开 把这些 球都放出来 球都本来就是等死的 反正西面汉又掉伯鲁 就被他们寄照 然后呢 把武器不打开 是吧 武器不打开 刀先也干 过头 棍棒去跟人家打 刀也有了 枪也有了 跟长矛 大刀 跟统治者 就干起来 所以呢 杀了两千弹 接着两千石 就是上了 地位书记阶级 把他们去杀了 这个社会是继续混乱的 所以汉武器 我觉得他最后 唐学忠 最后都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唐学忠 当然我们没有看到他的检查书 汉武器写了检查书 就是 伦丹照 他自己一个皇帝 这么大工业的皇帝 至少把兄弟打毫了 这种是封功伟级吧 最后能向前国老百姓做检查 这方面还是表不起啊 好像这点上 比毛泽东还伟大 他就是说 非常后悔当时的后继 晚年那些战士 他用的穷备武器 给老百姓造成他的危害 可是呢 他就说 我说 我呢 已经 用王秦之节 王秦 就是秦朝 是变王了 就是我做了一些所知所谓 跟秦是王 秦二是五 也太大的差别 但是我是个特殊时期 就是连汉朝的匈辱 威胁家 不怎么做的 所以我希望 我后面的皇帝 就不要这座我的老物了 熟悟 你们这座我的老物 按基金方针办 那么就会有王秦之祸 这就是真正的 越王的祸 就要到来 这个是汉武帝的 一个很清醒的问题 而且呢 我觉得 这个 所以呢 一个人要死了 他讲话里面 讲得非常忠语 汉武帝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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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后来说是被避免了 我先回来解释一下 唐军中间的这几个人 他那个 是我检查出来没写成的 人家 他 他 就打过来了 安斯呢 就爆发了 他也知道啊 叫做 才能阁有的时候 余阳评估 同意 来啊 他 经过一场 一场 旅遗曲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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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尘万尘 西埃行 是吧 就往四川跑 是吧 当时呢 都往四川跑 那么 就说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 最后社会 实际上社会 是什么处理的不好 就是社会 社会 那种 打瘫痪 打不退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呢 我们讲 中国 还有一个 内部的 什么机制 调子机制 他呢 百度自从 死而不僵 是吧 他还能够 一次这样的时间 射不死 有个中战 甚至他为中戏 像汉地 他就是想到 他就担任的玄奥 玄奥 玄奥叫 胡光的 所以我写中就明白 我觉得 汉武帝深厚的过程局职 讲的那些选择 胡家的 战方针的选择 讲的一个重要点 特别就是什么 就是汉武帝死后 就是说 当时 就是汉朝政府 往哪里走 前圣已经下来了 那么 如何重新进入自私 重新走下辉煌 至少能够延迟下去 那么 就面临了 三座 战略方针的选择 三座人 毛泽东 当年 七六年死以后 情况真是一模一样 当时 新华文在追到我的时候 他当时 主编 最后拍摆了 说 这拍摆太有色现实了 但是 我总在说 我是歌手邓小平的 因为 这个里面 我写的 最后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种观点 就是第一派 叫做 叫做 两个凡氏派 就是 商务洋他们 这叫荣商务洋 他们认为 汉武帝所处所为 钱公司政权 凡氏 汉武帝定下来 不是要坚持下去 凶农要驱打 沿铁铁上 尖铁上 继续观仪 这是经济上的大理 就是要靠国谣企业 要靠私有化 都都是这样 这个道理 然后 谁也不准动 汉武帝就可以买了 就这么一个人 这是第一派 叫做左派 还有一批六本 又有一些咸阳文学 他们觉得汉武帝死了 机会来了 这个环境很大 政治心还比较关松 所以开大会的时候 大家人人上台发言 通不留地的 控除汉武帝的保证 凶的不应该打 汉武帝是吗 应该完全躲进的人 连叹道也被人给他戒 就是这种东西 这些年代文有的 因为买是汉武帝的 做的都是错的 这是什么 这是西战零部强派 这是一些自由化本质的 这全部要走定了 第三就是稳健务实派 名字就不点了 现在我们说 他知道 完全到汉武帝就走 这个国家一直都下去了 要分配了 但是汉武帝也不全能否定 要是全能否定了 汉武帝是这个 蛇和蛇的大坏带的话 汉朝统治的合理性在哪里 合法性在哪里 就变远查坏带了 你没有统治的理由啊 所以王府一定是 其分成一些三分错误 所以呢 有些东西要调整 但是呢 右派的言论也不能听 所以呢 要走中间路线 走第三个道路 最后 这就是贺光平稳地 渡步了汉武帝的一座 古兵基地奔赴了别人 当中又拉起来 把一个床 然后汉朝重庭坐上 后方的时候出现了什么 叫做朝宣中心 就是汉武帝 后面的王爷叫汉朝帝 还有汉宣帝 这时候汉朝重庆重庆 那么朝宣中心 实际上也是智子 而不是圣子 所以我今天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圣子的自治 从心态上 从社会秩序上 从社会后来活动的效果上 是一个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今天大可不必 因狭想盛世 颠狂 差别是疯狂 是吧 因忽悠去起 我们现在不是叫本去起啊 而自慰 是吧 我们正确显得这些是什么 与其结界争利于 那种盛世的这种欢乐 弥诀 那么我们不如 牢牢实实去追求一份 自私的情感 我们所需要的是自私 而非要不得编辑狂妄自大 忘记所有的那种圣子 我今天讲的 因为我想跟大家同学 有更多的互动 这些时间 所以做一个比较短的演讲 明天的演讲 孙子军反而可以稍微长一点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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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Al, 刚好 就是你刚才和建源博再次说过 就是历史上伟大人物 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是不能够用常人的眼光来看待的 我不知道你彭佩这句话 至少我觉得汉帝做的一些事情就是 我们可能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不能理解 在他们的环境下 他与他的一种艺术 至少我觉得他应该是先 就是中国我觉得是最有艺术领导的一个人 一个皇帝 第二点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治世 就是说我们都想在一种不断的上升阶段 但是当治世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就是他必然就会有像一种繁盛 你不可能说为了避免这种繁盛而去控制他 就比如说以前的问题 就是那个历朝历代 他都是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比较平均土地 但是后来土地越坚明越来越严重 这是一个就是历朝历代都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同样我们就是说 就是我们都想他就是长久的保存下去增长 但是就是说当他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不是控制他 还是说就是自己发展 发展就是发展的道路 它是不是应该是不同的呢 这位同学 知道简单也知道汉武帝的那本书民平时很关心的时候 非常见面 所以认识大家在一起 我觉得对自己也是提高 我想这个汉武确实是个非常智能 这四八香儒到了四川去变父老书的时候就想 有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 是吧 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成功 那么汉武帝这样的性格 这人就用个性 那么是也必然会做出这种选择 做出这种选择 中国的皇帝实际上我们大概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成功的皇帝 成功的皇帝 坏皇帝我们不算 成功的皇帝三大类型 第一个类型的就是律服型的皇帝 如虎了原不可想 是吧 秦始皇帝的一个 汉古第一的 朱连藏的一个 这个叫做火焰的皇帝 性质像国 一般是海水一般是火焰 它是火焰 那么第二种成功的皇帝 就是钢肉像气型的 像唐太宗 唐太宗 唐太宗 腾起来的时候 什么人不杀 忍起来的时候 什么事情也不杀 就是说 文武并用 钢肉像气 他身上真是人 一般是水便是皇帝 还要做皇帝 成功的皇帝 我们不但不然不是最好的皇帝 我们最喜欢的皇帝 就是赵皇帝和琉球 以柔道以天下 以刘可刚后患是道家的皇帝 如果唐太宗是鲁家型的皇帝 那么刘秀 赵宏 就是道家型的皇帝 而汉武帝 原章 就是法家型的皇帝 就是这些区别的 那么盛世 肯定是要到来的 那么盛世 到了后患政治 我个人认为肯定会出现 不然的话社会不会进步了 几单元不会灌朝铁 我们要是 假如说双朝 双朝还到左翁今天的话 会什么样子啊 它很可怕 就在那边 是吧 有的皇帝 有的朝铁几十年 接近街 坐不好接近下 有的朝铁好姐 说呢 坐过两三百年 这个是正常的 那么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盛世的这种披端 盛世的类 是不克地缘 那么书最好的办法 即使在盛世的时候 也要用自此的那种私欲方式 和行为方式去对它 要具有忧患意识 要有潜在意识 要有潜在意识 把最盛世可能带来的这种弊端 属于好的皇帝 可以降低到 控制到最低限 这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 迟早这些问题是会爆出来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指望 这个盛世一定就是说 属于控制了 就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有的盛世 为什么能够历史残留 我告诉你 汉武帝 汉武帝后来还能有反省精神 又委屈几班人比较好 然后呢 自己呢 也有做的姿态 许多问题 亡情自获 就被避免了 被避免了 有的来不及避免 像唐玄宗这样来的 所以呢 后果就要比汉朝要严重很多 所以呢 同样的问题 说不出班上 比较高的一个方法 去加以控制 引导 又念之在之 然后 不断反省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够笑得更好一点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能够理解 这个意思 王老师你好 刚才听到 那个知识的时候 那个 人民的生活应该是比较贫困的 但是在知识的时候 那个国家对外的时候都非常强大了 比如说在汉武帝的时候 说那时候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都很高 但是 到底 那个汉朝对外是很强大了 我问题就是 你们是什么派带强国和强民 这个两者的关系的 最好希望你们能够 也和我们现在谈一下 是 太明天了 对 好吃 谢谢 因为 这个 盛事也好 知识也好 对 海外的 也就是说 当时 因为我们中国的更远 现在的心应该不是我们中国人 当时更远 可能就是中原一群 是不一样的 那么 他的 盛也好 知也好 那么 一定是 体现出 他的 无力的 强大 和对诗边的一种扩张 但是 选择的道理是很有不同的 你讲的那样 刚才加拿来汉武这个时候 他必要的时候 我们不能给一律的核心 一律的消息 防御 这个是 果然是一个事实 但是 所以对方也讲 就是 做任何事情 都有 动 论里面也讲 固有不及 固有不及 那么 在盛事 和治史里面 最大的差点的话 都是 像 弘仰国威 要增强实力 强国 同时 要富民 富国强军 和法家先行开始 都是这样 民众 要有一定的 有经济条件 国家 民众富裕的条件 即使不上 也强大的国防 这个是一个 互动的关系 那么 有的时候 把富民 或者说 放在前面 有的时候 要那些护腰带 把强军 放在 先推的 放在前面 比如说 毛泽东时候 我们那些护腰带 把原子战造出来 那时候 穷没踏入 那时候 那些护腰带要上天 这个 原子战清淡 两难要花山 那就是 一种血 那么 邓小平的时候 这军队 就是 一队阶 折军 是吧 邓小平讲过句话 军队要忍耐 我是军 我忘了当初 大家有一个背景 本人 从少校干到大小 军事科学 干过十四年 是吧 八八年 博士毕业 就 逃避重荣 最后呢 又发现 部队西蒙古大学 还挺 又回到 大学里面 做 教授宣网 对 所以我们在部队里面 就感觉到 那么 应该说 这个时候 不同的时期 强的兵科复兵 它也有不同的收兵 但是最好办法 是 共同推进的 关于毛泽东的时候 这个 强的 是没有后续的 没有技术的 因为老百姓 这个 他 这个 支持 战争论的人 他没有一个 后续的 邓小平那时候 说过 一一地强调 富民 在墙并有什么 那我放下 我们也特别发现 我们原来的差距 跟美国 没有怎么大 但是通过人家 打科索国 尽管美国 还能每天死各霸人 但是这种 对国家的政治力量来讲的话 战略的力量来讲 死的战士 就是个数字给人 所以死的几千万 就不要紧了 但是 从他打法上 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这个 高科技能力 就远远的 落后了 所以呢 一笔的人呢 也会有问题 所以呢 这是 都要需要的度 把握的 比较好成型 所以这几年 我们的军力 每年都在不断的提升 我们的武器 都在不断的增长 我想 这个可能就 考虑到 我们随着我们呢 国家的富序 老百姓富庶的同时 也能做墙兵的工作 这些伤贯齐下 齐头并且 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所以领导人 也是一队一队 一队的强 更聪明 这个也是我想的 这个设计 就是这么一个派思 发展就是这么一个派思 我想 相信 这个俗古 没有强大国防 那么 你最多的财富 也是人家 替人家看的 你没有强 那个富士的不利 没有老百姓富足 你的墙 慢慢演示 我们金珠同志 跟朝鲜一样 都会吃不饭 啤酒也要喝 然后呢 可是呢 他也有一百多万区别 你不说怎么办 那么他好穷啊 这两者都是贵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 谢谢 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属于自责还是属于正式 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的历史就要说 那么您对历史的必然和偶然 您有足道的看法 我想听一看 您认为历史是偶然和必然 还是既是偶然 还是既是必然 还是 还不认识的情况 谢谢 第一 第一 你像个数学家 不像四五个问题 三四个问题 第二 你像个哲学家 这个问题还挺深刻的 哲学的层面 所以我觉得 我努力把 给你的问题 这些 还是自己的想法 我想 这个 周期立的问题 我说 历史是 往期的延续 我写个文 然后就说 许多事情 四十年的和今天 都是一致的 我举了个例子 大家在座可能都看过 那个 钱忠忠先生的《围城》吧 电视剧也播 小说也有 你去看看 钱忠忠先生里面 《围城》里面写的 山域大学的那种 生态 跟我们今天的高校 是不是开心的学校 是吧 钱忠忠先生说 山域大学校长 高苏年 是学生物主持人的 所以他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精准 知识分子的国家 是吧 钱忠忠先生说 世界上 外国是科学进攻 中国是什么 科学家进诀 家观进诀 家观进诀 进诀 这个道理也是这样 我们先进诀 搞了好的话 那么不好 也都在政治委员上 人的代表上 是吧 像社区数捷 破坏了政治数捷 是吧 所以 学会刚好 比如说 当西主任 或者什么东西 都要是这样 校长都要活生导致 是吧 这个就是 我们的代表 其他行政 还有这两个 那就是看 贤宠先生说 他的小说 小说是四十多一句 四十年代 三十年代 孙凯军 周期 还是也许 是吧 三纪大学里面 还有个例子 赵甲 是吧 韩语 是吧 韩语 他造了克莱丁大学的博士 结果他当时期西部任务 而且工资最高的级 比如那个英达野人 那个叫做什么名字 造新闻 给他高 是吧 人家是硕尔斯 他是博士 结果这个博士 和发工业的博士 是一人的 是吧 克莱丁大学 他学学的理 七年我们不直接 记录出来 像看一件事情 我来发动克莱丁大学 来几个节目 我没有看到 那上海高中大学 那太历土了 是吧 卖个芯片来 包包加字 然后可以克莱丁大学 几千万骗了 是吧 那比韩语 还是挺高 他说眼泪骗 是吧 这也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 人家也是高圈子 上海大学 是吧 高中年佣的人 是他亲戚的 是他学生 或者是什么朋友 今天我们设计学家演员 你要是 基本的人 都是自己圈子 我给你打分 平庸 你给我 下游 你给我批我钱 大家不想包 也是一样 可以带一样 所以好像是 跟国际结果也一样 三一大学 搞什么 都导致 是吧 兄弟 英国的时候 是吧 给他们搞导致 是不是 回来了 是吧 什么 李北平啊 什么什么高 高中年啊 国风奇遇 最后搞这个 导致 搞这个 什么东西 给他们搞这个 学生和老师一起吃饭 所以好的东西 到中国来 都重要 我们现在也是搞评估 本质评估 是吧 你们贵小小的 教育部长搞不出来的东西 是吧 都是一样的 是吧 对我说 历史的周期是成的 一个人 不能在身上中 两次他族同僚合流 这所有历史在发展 一起不在变 但是 毛泽东说 历史往外 尖锐的相识之处 这就是他的周期 我想这是周期的问题 第二 历史的往然性和平安性 我记得往然性和平安性 適用 但是勒然性里面有不然性 不然性里面有不然性 不然性里面有不然性 反正我也是不让老子 我有我自己的事情来说的话 我到军事社区院去工作 我有很大的勒然性 就是因为我的同学 当时我是去民国大学 找华东师大去的 他们特别想到B 那么 结局人家一召唤 就去了 一进去就是 我们比如说 孙子海 从此嚣嚷 成怒人 一片尾片要十四年 是吧 所以要回首百间藏 这一下子都不用 许多圈界脱离了 要是十四年 不得比方高校婚姻 不像今天怎么忘了 是吧 有些事业 这么一个情况 这就是怒弱 但必然是什么呢 必然的救援是说 我觉得我自己去军营 我从小也不会去 我开始穿军营的人 我特别羡慕 老实话不话 画公民党的大颠帽 是吧 特别是南州委队里面的 那个相军营的 张军营党 给我留下很深的很深的印象 这一片人家 反正军官员 和共产党的油管 不是更好 是吧 从小就是这么一种想法 所以你有机会 你就会 某人形式的问题 把别人的最强 别人的这种现实 我想 这个意思大概也就是 什么意思 实际上 论题做的 归是人物 确实也做的 唐太宗 确实是这块 真是搞的 不错 但是唐太宗 假的说 玄文之辨 没有搞 而是跟他各个干领 我相信 李建成 这些某种程度上 都比唐太宗差 李建成 当然我们这个 唐太宗 邓威了以后 他要把他妖魔化 像美国人 把我们妖魔化一样 但是 作为大人的使者看起来 这个人是比较宽厚的 厚大人 他地域不大好 这个私地 你原刑都是不大好 齐王 但是你坚持的是 他这个好的派子 他就当了以后 他可能不叫总管子 是另外一个子 也一样是子 他这个社会 他必然 唐朝也大乱之后 大家人心是私自 一定会有人 你不走 也得往这条路走 所以我相信 这个唐朝 但是发展的行程 不一定会有人办 也许搞得没唐太宗这么好 唐太宗为什么后来 他特别是自理不佳的 里面特别用心的 特别的听那见的 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景 他要向他父亲面前 世界所有人面前 证明自己当时玄文之变 做的是对的 做的是对的 我要是治得不好的话 那么我当时杀我哥哥 毕竟是不光彩的事情 那么永远就摆不掉 洗渣不了他的污点 所以让他父亲看到 我这样做 没有做错 我做得比我哥哥要做得起来 做得更好 好 所以呢 三人可以破裂了一个延续 所以 这个是一种 某然玄文之变是成了 但是治理好 唐朝要做生大治 政委不关是李氏 建设和他是李氏 都会往这条路上走 即使他们指点到皇帝 那我们的皇帝多长几年 里面多长几年 也是往这个方向走 当然走的规模方式和受动会有错 这就是毕竟亡然的理解 看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三个问题 你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置 所以最难的问题是要放到最后一 这让我的态度也不明确了 我对福丹大学院 大学院大学院大学院 大学院大学院大学院 某国大学院的一个教授 我是不站着 我认为中国原有没有到 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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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也是个初期阶段 盛世主于初期阶段 是吧 这 说是 我现在我说忧郁的 我说批评的是 我们明明还没真正到完全进入盛世的时候 已经不早的有了盛世的心态 这更糟糕 你还没做到的 你先有盛世的心态 那么 我的想法应该是这样的 已经进入盛世了 这时候还要用自私的心态 现在的情况也反过来了 还没有自私的部阶段 但是现在已经出现盛世的心态 那么这个情况对我们的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的思绪发展 科学发展是很不利的 所以呢 第一 我认为中国 我个人看法 离开所谓的盛世 有一定具体 更命 少女成功 同志少女成功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第一 第二 即使我们有早一点 我们进入盛世 我们也就和平相处 也非要学唐春宗那样的 去跟美国人去奉什么是保诚啊 打南昭啊 是吧 这贴到了去哪里去 又是有话好好说 和谐 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妥协 妥协是一种利益 斗争有时候并不是最有解决的方法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坚决的路线 与余为神 孙子兵们里面讲的 可能 比我们这些了道 张摇五爪 更明 效果 更能得到四叶人的任由和拥戴 所以我想 即使到了盛世 有时候到了盛世 我们也要尽可能保持这种自私的心态 和自私的追求 好了 谢谢啊 好 好 那时候我想问一下 就是 现在这个 知识好像 你强的就是一个太平 很平静的一个社会 都急功近利 但是我那种 我觉得这个 这个 知识是不是太强别的一种 平等 而不是那种创造 比如说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有一种私有化了 他已经 比如用戒样放出去 他已经不可收回来了 他必须难受去 引进自由和竞争 这对方太平是 不要求是 不符合的 然后 我觉得 毛泽东后统治时代的 那也是很太平 很冷静的 很太平的 很平等 但是好土 整个社会好土的身心 所以说 我觉得 自由 对这个 是很重要的 但是 我觉得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搞到生识了 我们还是有知识结果 就是有上身的剑一样 我们 我们是知识 但是我们应该有 生识的形态 但是我们有 知识的行为 把这个 生识的形态表现出来 然后到我们 把生识的行 到到生识的时候 但是我们 我们也可以用 知识的形态 回到 另一个生识 我们用 知识和生识 两个 在两个之间旋转 然后 避免乱饰和摔饰 都可以 有这种历史 或者摩托 另外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对 你对当年明月和 一龙天两位 当我们的历史 明星 他们的看法是怎样 他们说 其中有一句 哇 是这样 他们说 必舍自给人看懂 说不懂是因为 他们自己不真正的懂得 以为了这句话 呃 是不是这一句 谢谢 嗯 这个 刚才那个同学是数学家的这句话 你是逻辑学家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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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觉得 有许多那些误解 可能那些 比如说 毛泽东时代有平等啊 后来就是臭脑力不够啊 什么的 毛泽东时代 我个人知道啊 并没有 因为我是经历过的 是吧 我并没有大姿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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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当时我就没有全都高中 我要是不高中的话 我其实是 那很多大学比 当然现在很多大学比 拿着这家大学去 我也可以冒充 这家大学比 还算 对 因为我数据是考了二个大学 我这个 初中毕业就去打工去了 做农兵工 不是大工兵工啊 农兵工啊 农兵工啊 我是审理人啊 确实 平等嘛 他成立不好的 先有游浪 我成见最好的 没得住 因为我 父亲 他们 罗伐他们的女人 受尊敬了 因为无奈 这么多的 不平等的现象 都明显 真的 这是第一个 这也是要先做一个解释 第二个我想 那个 知识也好 圣识也好 这是一个表述 那里 提出一些粗糊的概念 你不能说 知识和圣识 他们是一种结肺的 就像 塞识和乱识也不是很结肺的 它是一个 比较模糊的一个东西 既然是模糊的 咱们用模糊的方法去对付它 反正 不管怎么样 上了老百姓 安心 乐业 我想这个社会 圣识也好 知识也好 所以基本的一个 生活能力的安全 是吧 第二个 这个 年路 什么东西 应该是 自己的思考和 自己的表达 这个 就是作为知识问题 来讲 第三个 这 社会组成的一个安全感 是吧 这种 道责 还多啊 不要 我的 我最大感受 我觉得人家的应验 远远不如我们 不要说不如北京啊 武汉 因为我们一个中的城市 都比不上 熟 那都是 但是人家是以人为的 以人为的 而且安全 我的高低大学 在山上 那个山路 旁边都是森林 我晚上12点多 去山路的时候 看见小女孩一个人 单身在山路上走 做够干嘛 这结果 人家就是 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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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来说 韩国的人来说 没有必要 没有这个需要 因为这个社会 已经重要 这个经济 国家 就是安全 对吧 安全 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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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心态 大家都是 激动建立 中国文化 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实际上 大家都是 工具体太强烈了 全套了 现在 就房子 有两套 还有第三套 是吧 自己住了不过 现在还要自己买一套 是吧 我老婆说 要不然我们还有一天成本 先去买个房子 后来打不去看房价 就不买了 他心态就是 心态就要变钱 那我要去韩国了 但是可以看我的博客 我并不是韩国 我就是韩国 作为一个借鉴的对象 可以 我那不可以说 我黄国名 汉语拳 博客 加搜狐 也看你们 我写这些东西 我主要是中国人 对 跟韩国籍比较 然后他们 开山之石 非公欲 这个是 这不就行 那么所以我们 安全啊 和谐啊 其实都是 事实和支持 归配 我觉得这个 标的概念上 我是为了表述 讲课 而且是交流 为了表述清楚 所以你们这样的逻辑的话 便先请明家人 要我非讲书 所以话人的话 太为了我 不敢了 最后一个你讲的 一个是什么 余詹 什么 余詹 一中天 啊 余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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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书我没看过 对 抱歉 对 一中天我知道 因为一中天的书啊 他出名的是你们的书 我反而不看 他不出名之前的四本书 我反而不看 那要比他现在的书 好多 人迹啊 品人录啊 闲话中国人啊 中国男人和女人啊 这个是写的非常好的四本书 现在的书 他反而是非常文化快乐 那个时候是真正的书的学书 那是非常深刻 那么 明朝大人我们就是滑茶了啊 这我们就看 一中天 一中天我还是很变化的啊 因为他是中文习出生 那么中文习出生 就像你们呢 许自然科学的书 在看历史上吧 可能往后有自己 一个大地方 自然他并讲一条 这种形象的书 并讲一条故事的书 所以呢 一中文书呢 需要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物 不同方便的推动啊 那么 我觉得 这也是从一中文书的 让今天大家都关心 也是一个冒起来 一个重点 应该来说 我 作为童谣 我不能 他也是 不管怎么说 算是学了圈的人啊 我是不应该 是他坏了 对吧 就是说好话 宁可做八 是吧 不可再次 是吧 当然他也不会给我计较 我不能用用小的 其实说他坏了 那何必呢 是吧 所以这个 嗯 说我说的话 你也明白我的意思了 是吧 嗯 嗯 我介绍你啊 我想问你一问 就是 中国古代 那些常态都是 就是 由盛世到盛世到盛世 然后到乱世 最近呢 就是 河南 西班牙 英国 他们都是没有盛世的时候 现在都坏落了 现在就轮到美国 就是按你的标准的话 美国应该也算是一个盛世 就是有 他们现在是民主制吧 有没有可能 他们那个盛世一直很久下去 变文,乱世,乱世之类的 或者说,话语的话,讲中国的话 你说中国现在是正式的初期阶段 就是当我们到了盛世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盛世一致死于上帝 不像古代一样,盛世挪为乱世? 谢谢 你们像一个外交家和国际政治学家 对,我以为你就像政治学家 政治学的范畴 反正我也想,现象到国内来,现象中国人 中国人自将钢铁,不将力来 将力来比较麻烦 你吹着水的话,吹着符合主流精神的话 那你也会说,不是主流精神的话 这些一家国际很麻烦 这是一个,咱们这些现象,现象 以后是我们不管 因为我们也管不了 我估计反正,至少我是看不上那些 希望他在美国看不上那些 这是美国呢,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老子剩下去 因为我们,你讲到这些前生 他们搞一个大国的聚习之路 现在当时也是过得很恐怖的 我们已经聚习很多了 可以轮到我们中国人吧 就是什么意思吧 他们里面借件经验 然后就继续教训 对美国的话,确实不是太了解 但是呢,我想听一个东西 有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 叫做刘雅中写的文章 这样强大美国,不强大可以随便行的 所以刘雅中他可以随便说 我们中国有几个官员是可以随便说的 一个是刘雅中 因为他是你新年女婿 还有一个判院 他像是刘花生女婿还是女婿 这几个人跟你讲话可以比较放开一点 因为他们的身份 确保他们可以,就是 换了另外的人的话 就安全部要清磕拿去了 他就讲得比较清磕 这个是 但是他的文章是讲的一个道理 讲的一个道理 至少我一定成功算是赞同他的 就是说,美国的一篇民主 至少从现在看起来 他的思想部 对他的忧患意识是始终不承担的 他始终出一种忧患和不断反思界 能够反省,能够掉 他的偏盘外的罗伊 你中国军队也被打 他的黑军队我们打败了 我们看到这种消息以后 我们非常开心 美国人自己说的 他们打不我们 实际上他们是各个团队里面 找自己的朋友团队,各个方面 然后找到团队密语绸缪 先巴了这些团队 这种敌人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 真要走向自私和圣事 特别要走向圣事 最需要学学的最想法 一的是美国,第二是日本 相信自己的敌人学 是敌人,自己的敌人 是自己最好的老师 所以呢,我相信 美国的圣事能胜多少年 我们不该给他 我不学这种意啊 我会算华 算不算 但是呢 他的一些做法 他保持从清醒的头脑 不到人的反思 不到人的意义 我们最希望美国老师 选出像小故事一样的总统 一样写出像柯林东这样的总统 包括他们老婆的时候 选上了喜爱的总统 我们中国人马上就大了 不要光追求表面上的东西和友好 他有些东西 但是因为留在这种本来 可以我们最好做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 感谢小故事一方面 这方面该一些拉东 搞了个酒扬扰 给中国赢得很好的一个和平的发展机遇 这种机遇是蛮有的 但是我相信美国它自己 为它调整了自己的国产 调整了它的战略方式 然后相当上是几年保持的上升 而且彼此的这种适当 所以中国就是可以写的 不要对它搞和平共序 因为这样的世界应该是多元的 我不赞成在这里说 不赞成季贤明先生所说的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二十一世是中国的 是东方的 以前是西方的 以前西方是 温室西方是不对的 但是等到我们新的中国 也还要犯西方同样的作用 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并且是多元能发展 东西方共同发展 和平共庆的社会 我的话就是这一句 谢谢 谢谢 好 到下面另外 谢谢 好 今天我们就帮我们不住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